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摄影的技巧 我们上一节说到追踪摄影的拍摄技巧 可能有些朋友也有拍摄了一些照片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会进入后期处理的环节 但在后期处理环节之前 我们还有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 一些我们业余天文爱好的一些比较新的玩法 最近的天文摄影的朋友也比较多了 所以对那个要求也比较高了 越玩越精 一般以往传统的观察和拍摄的方式 就已经是未必能满足到他们的要求 可能他们就需要把他们的望远镜 放在一个观察条件比较理想 但是是很偏远的一些地方 可能他离开他自己的家 可能是几千公里的一个设施上 放在他自己的望远镜 因为通常这些地方 他的观察条件也是比较好 所以他们会得出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那么我们就开始了 好了 那么我刚刚也说过了 其实有要求的天文爱好者 其实他们的望远镜 其实是会越玩越大的 所以他们跟着 他们就没办法 就是如果经常搬动的话 其实是挺失事 挺麻烦的一件事 所以 有些天文爱好者 他们就想到 就是自己建一个小型的天文台 给自己 就像这张图 那么 其实这个玩法也已经很多年了 这样 甚至其实也有很多书 出来了 就是 示范给大家看 那个 就是怎么建造一个 天文台 就是自己的天文台 其实这些玩法 说回叶如天文 其实叶如天文 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就开始在欧美地方兴起的 那么 除了说搬来搬去之外 其实一组很常见的 就是一个天文观察 就是我们叫做玩天文的方法 就是在自己的家后花园 那么我们都知道 就是在欧美地方 一般大家都是住在 都是住在一间房子里面 通常地方比较大 有车库 有车库 就是有车房 有个花园仔 很多时候都是 尤其是美国人 他们经常说他们的文化就是一个 车房的文化 因为在现时世界上 有很多很伟大的发明 其实原来最初他们 起源就是在车房里面 做DIY炮制出来的 所以在他们的地方来说 他们的后花园 和他们的车房 其实是可以 有很多可能性 可以发生 其中一样呢 就是变成天文台了 这样我们看到了 那我们这些 在画面里面 我们看到 都是一些 很标准的 都是一些 望远镜 在后花园有个好处 就是因为近 所以 你可以 开桌 搭部电脑 原来又不怕没电 因为可以拉个长的拖手 就可以 就可以去玩 所以呢 直到目前为止 也是 在欧美地方 很多人 也是这样玩的 那在说 国庭不同 因为在 亚洲地方 尤其是我们 在香港 澳门 很多时候 我们都 就是住在一幢大厦 住在宅宅 这样 就不会有 一个后花园 或者是有一个 有个车房 这样的 而且大部分人都住在城市里面 所以 光污染 也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 在香港 澳门的地方 或者台湾 大家都是比较喜欢 就是 例如放假的时候 就是把他的 望远镜 搬去一些 就是 光害少一点 環境好一点 的地方 例如澳门 可能搬去 笼罩角 或者 香港 可能搬去西贡 搬去 东坝 这些地方 那里拍摄 甚至 如果 假期 比较长一点 时间 比较许可 可能 例如 回大陆 那 台湾 其实是一个很理想的地方 因为台湾 很多台湾人 他们 因为台湾 有一个 比较 出名的 一个观星的地方 就是合欢山 在台中 台中 那一边 很多时候 台湾的天文爱好者 一有时间 他们 他们会 直接开车 可能 三四个小时 直接铲上 合欢山 的 几个停车场 山顶那里 几个停车场 可以 拍摄 或者观星 那些 环境 都是非常之好 所以 其实 大家都看到 天文爱好者 因应他们自己的地方 因应 各种不同 他们 都会有一些 自己 自己 倾向一些 玩法 这样的 好了 这样 搬过去 很多时候 如果是有车的话 就更加方便 有车的话 你可以搬一些 大的望远镜 那 在车里面 也可以 搭载一些 其他物资 例如 一些露营椅 可能是一些帖幕 可能是一些食物 这样 令到自己 在观星的时候 更加舒服 这样 不会把观星 变成一项挑战 变成一种享受 我们也说 如果到处去 我们叫流动观察 有什么优点 最主要就是 你可以 选择一个地方 它是远离城市光害的 你可以灵活一些计划 例如 那边天气不好 就是 A地点不好 你就可以去B地点 这样 你不需要 就是说 A地点都不好 你要硬直去 还有 还有 很多时候 就是当去旅行 就是当去玩 可能晚上观星 拍照 早上睡觉了 就去其他地方 相对的乐趣 就会比较大 那么 花费相对便宜 是有便宜有贵的 当然 你贵的时候 例如我要去冰岛 就是由香港 或者澳门去冰岛去挪威 那些地方 就贵了 但是如果你说 纯粹是 例如去回广东省的地方 其实 花费呢 都是有限数的 而且也是会 配合到自己的生活方式 但是缺点也来了 那么 有一些就是 例如有一些 就是资深一点的天文爱好者 那么 因为你始终都要搬来搬去 你搬得移动的望远镜 其实就 如果你是流动观测的话 其实呢 那个尺寸 多多少少都是有限制的 就是你不可能搬太大 的望远镜 因为一支望远镜 其实就不是很重的 但是你要连在下面的尺度而 连在一些电池 连在一些重锤 连在一些相机 连在一些保护箱 连在一些保护箱 连在一张椅 连在很多东西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哇 好像搬家一样 其实是 所以呢 其实都 都有一些吃力不吐 第二就是 因为你不停装 因为你是流动 所以 你就会经常 安装和拆射 其实这个系统的稳定性 就有点不足够的 简单来说就是 你装出来的系统 你没有办法 可以做到很精确 或者很长 或者超长时间的曝光 因为你是 如果你是找到一些地方 是可以 治安比较好呢 或者没有那么多人 骚扰 没有那么多人搞的话 你可以不用拆也行 那就会好些 但是 很多时候我们选择的地方 都是有很多外人 你最后都是要 可能每晚都要装拆 其实呢 都要废一些精力 而且可能不是每一次 砌出来的 那个望远镜系统 都是砌得那么漂亮 那就是疲劳 那就是 運力 就是你车有几大 就限制了 你可以搬到几大 和多少的东西 那一个就是 电源的问题 因为 有一些资深点的天下耗耗者 他们是用了一些相机 就不再是单翻了 可能是一些制冷的单翻 或者是一些制冷的 CCD CMOS 他们的耗电 通常是用12V 可能是3A 也不是一个流动的充电宝可以解决的电量 所以他们也需要找一个有濕电插头的地方 不是到处会有的 有时候选择地点是一个山头荒山野岭就更加不会有了 荒山野岭还会有治安上的问题 所以追求摄影质素的一些资深的天然文爱好者 他们也想到一个稳定的地方 将他们的望运镜固定好 将他们很大型的望运镜固定好 然后这个地方是有瓦遮头的 是有管理的,有电力的 而且放在一些环境比较好的地方 让他们做观察的时候可以很快速和很舒服 就可以立即可以开机,立即工作 尽量可以令到整晚八个小时 即粗略估计整晚八个小时,十个小时的观察时间 可以全部都用尽了 我们看到有几种形式 有自建观察室 很多时候就是欧美的一些后院天文 他们会自己做一个小屋 就是流动天文台 流动天文台 其实这件事 就 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 还有就是遥控天文台 遥控天文台是比较容易达成的 网上天文台 更加好 因为 你是用着很贵的东西 其实你只要付钱就可以了 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逐个介绍 我们也提过了 自建观察室其实是一些欧美地方的后院天文的玩法 我们也看到 充满着田园气息 或者可能 其实每一个天文偶好者 其实都 就是这边的天文偶好者 都是想有一间这样的设施 就是 如果自己将来的房子有一个后花园 有一个这样的圆顶 是多产心悦目 和多好呢 其实呢 说起圆顶 其实不是只有一种 这样 其实 我们常见的 就是这些观察室设计的款式 有最左边的圆顶色 也有 中间的滑盖色 还有右边的开顶色 每一样都有不同的好处 其实最容易建的 应该算是滑盖色和开顶色 就是最右边的两种 圆顶 就比较复杂 圆顶 比较复杂 但是呢 在这几样东西里面 以优点来说 圆顶 优点比较大 因为圆顶 佔地相对小 而且它可以防风 它也是罩得比较好的 但是缺点就是 首先就是 它开出来的位置比较窄 而且它做出来是需要 技术高一点的 因为它需要 是要有 一个电动的摩打 跟着你的望远镜转的 如果它不跟着你的望远镜转的话 很快就 你的望远镜的画面 就会被圆顶自己遮住了 那么 滑盖色 其实就是 算是比较平衡一些 刚刚说到 圆顶色 其实 可以说是一个缺点 就是 一个圆顶 基本上就只是 一支镜 这样 滑盖色 会有一个好处 就是 滑盖色 就是 基本上就是 屋顶可以整个 打横 推得开的 设计 以及建造 也相当简单 唯一的 坏处就是 就是 它 佔地比较大 而且 因为它整个开了 整个开了 所以整支望远镜就露出了 在天上 这个就有好有不好 这样 就是因为它整个开了 所有的东西都露出了 所以它可以在一个空间里面 可以放很多 望远镜 我们 遲些后面 也会有一些相片 就会说到 至于 开顶色 这个 就真的好看 你自己的设计 设计 相对简单 每天都向天 但是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它屋顶不是一片 所以 如果设计上面 稍为有些 不太精确的话 就很容易漏水 就很容易 好了 那么 就是 优点就是 后院天文 自建观察室 优点就是自己的地方 一切都是自己看到的 那么 缺点 也很明显 首先 要自己建 要不就付钱 以及要自己具备相关的知识 第三 对这里的人来说 首先 你要有个后花园 这个我想 就不是这么多人有 也是最难 最难的一个地方 好了 那么我们说 下一个 就是说流动天文台 流动天文台 其实 你将你的网友搬来搬 理论上都可以说 是流动天文台 但是现在 这是流动天文台 真正意义上的 流动天文台 那么 就是 香港也有一位 人兄 曾经做过 就是这位 前香港天文会会长 杨光宇先生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 垂星猎人 也发现 超过2000个小行星 他在他背后 就是有4座 18英寸的望远镜 每一座都 几十万 那么他就是 真的 拖着一架车 根据他自己介绍 就是 哪里好天 就拖着他们 去哪里 落脚 记住是落脚 不是说三五天的那一架 玩玩玩去旅行 那一架 真的偶在那里 三个月 半年 一年 甚至两年的地方 接着 看到哪里 天气再好 或者 哪里 是 有东西观察的 又再把这些 网圆镜 拿大车 一拖 又拖去其他地方 那这里 就不是香港 也不是澳门 也不是大陆 这是美国 或者是加拿大的地方 来的 好了 那么我们来说 接着就是说回 我们今天的要点 就是遥控天文台 那怎么遥控呢 是不是真的 我们按键就可以了 那 简单来说 是 但是实际来说 里面就有很多东西 可以再和大家分享 那么其实呢 我们经常都说 如何遥控 那个望远镜 那么我们看 好像这个 这个就是阿辉哥 他平时的工作照 我们的天文爱好者 或者天文 业余天文学家 或者一些天文摄影师 是怎么做的呢 基本上就是一台电脑在你旁边 然后你就在望远镜的旁边 就在看着参数在调教 那 基本上你会在他旁边的 就算来得远 可能大家都在天台那里 或者现在有些新的方式 那个电脑是可以通过WiFi 进去控制的 那么你可能就会离开 那个望远镜再远一点 但是 在实际上来说 这样也不算是遥控 我们在说是遥控的 起码都是这样 那么现在呢 其实呢 很多年之前 其实在一些专业天文台上来说 他们其实已经 你已经不是在望远镜旁边 或者在望远镜的旁边 是操控那个望远镜 基本上已经实现了 我们叫做遥控化 因为是怎样的 因为 好像这个 这个在北京的 这个兴隆观察站 那样 那么其实呢 它里面是有一些 中国最大的望远镜 上面就是2.16米望远镜 下面就是LAMOS 就是一个太阳的望远镜 那么 还有一个光纤的望远镜 那么其实呢 他们的控制室全部 当然了 他在现场是有控制的设备 但是实际上来说 所有的天文学家和操作员 他们就已经不是在望远镜 本身那里做控制的了 基本上呢 就已经是 离开它 好像上面那个2.16米望远镜 基本上就是 距离 距离的控制室 差不多2公里了 下面的LAMOS 距离的控制室 已经差不多1公里远了 已经是 这些是专业天文台 自从我们互联网科技发达了之后 我们就 可能大家平时做事都会接触过的 就是多了一个叫做 软端的桌面 或者一些软端的连线 可以实现 你可以经过互联网 可以控制一部 很遥远的地方的一部电脑 例如我在香港 我控制一部 是美国的电脑 所以自从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而互联网的网速 一直提升了之后 就令到很多东西就变成可能了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摆在云南蔚岗的 一个叫做遥控天文台的设施 你会看到 其实它就是 一个画盖式的 一个叫做天文台 一个观察室 里面其实放了很多网园的人 这里所有的网园镜 都是摆在世界各地不同地方的人 澳门 其中这里有三支 其实是澳门人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其实由澳门 经过互联网 遥远控制 放在泥缸 泥缸距离我们这里有多少公里呢 应该是有两三千公里 至少一千公里以上 都是可以操作得到的 这些望远镜 全部是一个商业的遥控天文台设施 其实望远镜是用家本身的 座位和位置是租用的 所以你看到这里上面 有些像租用铺位的概念 当然遥控天文台这个设施 其实就是 一路一路在世界开始普及 其实有一些都比较 再早一点的 再早一点就已经开始做了 就好像这个i-Telescope i-Telescope 其实它也有出租遥控天文台的机位 也有做我们 遲些会说的 网上天文台的一些服务 我们看到 全部都放了一些望远镜 在这里 有一些望远镜 是i-Telescope 自己放在这里 然后出租给人用的 有一些是跟它谈好之后 直接租它的机位 租位和租设施 租位和租位连设施的区别 我们看到这个设施 其实i-Telescope 在全世界 例如西班牙 美国 和澳洲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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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观察点的 我们现在在看这个 其实就是在澳洲 应该是在南澳的 在南澳 在这个 悉尼附近的 涉丁泉 天文台 本身那个地方旁边 如果我们留意到 右上角的地方 其实也是有一个 正式的天文台 有一个圆顶 有很多 真是天文台的观察圆顶在这里 好了 还有一些就是 刚刚提过的 那个兴隆 其实它也有一些遥控天文台的设施 我们看到 左边这里 其实也是一个 一个圆顶 我们看到 也是 放了很多 网友镜 在这里 这些网友镜全部是接到互联网的 只要 一亮相机 它就可以 控制 好了 遥控天文台 这东西有什么好处呢 又或者 我们叫做一些 固定了的 一些 天文 观察设施 一些 这些网友镜系统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它就可以 它可以 因为你只是装插一次 所以 你会装得更漂亮的 那个 那个 网友镜系统 亦都可以 就是因为这样 就可以实现更加精确 和更加长时间的 天文观察和摄理 有一些 正路一些的 那些 遥控天文台设施 是有专人管理的 就是有个管家的 所以有些朋友可能担心 那下雨怎么办 哪个山顶 不需要担心 因为是有人 是专门看着的 下雨是会山顶的 或者是有感应到 它会自动山顶的 那就不会淋湿你的望远镜 那 还有呢 就是通常摆在这些地方 那个 那个天空质素 一定是有差不多 刚刚我们提过 那个 摄晶泉那个地方 本身就是澳洲一个天文观察的 就是天文台都摆在那里 所以那个天空质素一定是可以的 那刚刚摆在那个 荔缸 那个设施 旁边就是 就是高美股的 那个观察站 又是一个正式的天文台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这些 遥控天文台设施 都是摆在 一个真正天文台的旁边 例如 新疆 新疆乌鲁木齐 这些遥控天文台设施 也是摆在天文台旁边 所以 通常他们设置得在这些地方 那个天空质素一定是 一定是比较好的 那 还有呢 就可以实现 在观測蓝半球 就是对于我们北半球的人来说 我们就可以 如果我们 摆那个望远镜 摆在澳洲这些地方 我们就可以实现 在北半球 观測蓝半球的天空了 也可以实现 日间观星 就是怎么样呢 其实就是 利用我们的那个时差 例如 如果我们摆在 智利 摆在智利 或者摆在西班牙的地方 这样 因为他们和我们有十几个小时的时差 所以他们晚上的时候 我们是在入口的 所以我们呢 就对于我们这些科普工作者来说 做事就非常之方便了 因为 呃 我们是不需要 就是说 挨奸底下 去做天文观察了 那么 我们去教这个天文课的时候 我们也不需要 来参加我们的学员 和我们一起挨奸底下 去做天文观察了 是 那是有一个 非常之好的 就是一个优点的 那么我们看到了 那么 上面那一张 这里都是 两张照片都是玫瑰星雲 那么 左上角那一张 就是流动观察 那么流动观察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嗯 简单来说就是 你的系统不稳定 所以呢 最后最后呢 你只是 你可能拍摄了五六个钟 七八个钟的 的相片 但是最后你只是 可能只有三个钟头的时间 可以用的 而这个 下面那张玫瑰星雲 你会看到了 所有的东西都是漂亮一点 一些星点也有小一点 那个 层次也都丰富一点 一些细节也多一点 那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我们那个曝光时间 是 加长了 那就是因为我们的系统稳定了 那所以呢 我们的曝光时间 就可以 长一点了 简单来说就是 我们 拍了三十个钟 有二十六个钟可以用 对比起我们 拍了十个钟头 只有三个钟头来用 那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对 对 放大一点看 你会看到这张玫瑰星雲 其实是 相对比较萌一点 雜信也是比较多一点 因为它曝光时间 是比较短一点 那我们看到这张呢 比较一下 放大看 是细节 各方面都好一点 还有它用的镜是大一点的 用的镜是大一点的 那是因为遥控天文台 它是因为固定的地方 所以你只装插一次 你可以将一些大型的镜 带上去 那你流动观察 你很难捧着一支很大型 一套很大型的天文系统 走来走去 那这个就是现场的画面 那我们看到呢 其实就是 刚刚看到那些玫瑰 漂亮的玫瑰星雲 其实是最右手边的 这支望远的拍摄 其实遥控天文台也有缺点 最大的缺点就是 钱 对于某些 对于 某些朋友来说 它是 花费是比较多的 那 还有就是那些设施 你可能都要亲身自己去考究一下 因为 因为有一些 这些遥控天文台设施的管理水平 就差一点的 还有呢 你要一次过设好它 因为出了些什么问题 基本上你就不能 就是你要亲身跑上去 例如我从澳门飞去丽岗 那就很免得失事了 那就出问题 就不容易補救的 好 那我们这些 这些都是用我们的 遥控天文台机位来拍摄的 那样 质素都还可以 我们看到左下角有曝光时间 那我们看到 每一个曝光时间 都是20小时起跳的 那我们也拍到一些 这些几千万光年的 以外的一些声势 那也有 圣诞树星云 那总曝光是31.8小时的 那这个风车声势 那距离我们都是几千万光年那么远 那总曝光时间42小时的 好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 网上天文台 网上天文台是什么呢 其实它 其实都是一些 已经设定好了的天文台 一些望远镜系统 那它可以是一些 很正式的天文台 开放给人用 那或者 有一些 很多都是一些 好像iTalescope 这些设施 就是 它们已经设定好了 就是一些遥控天文台 它设定好了之后 然后再出租 出租给你用的 那这些呢 其实呢 它就 会更加方便了 因为其实你 通常它就写好了一个界面 给你的 写好了一些界面 给你的 那你就其实 将所有的东西 简化好之后 然后呢 你可能是输入 一些小小的 参数 那你就已经可以开始拍摄了 那看到这个是iTelescope 那个界面 它有很多个T 多少就是 不同的望远镜 它应该是有十几套 可以给大家用的 那 那 不同的望远镜 它有不同的设计 不同的大小 那当然大一点的望远镜 可以收得贵一点 那还有 例如 好像这个 这个Celescope 它是放在智利的 那这个呢 这个呢 会比较 很少 这个呢 有提供了中文的服务 那 所以呢 在国内呢 很多朋友都用它 那 它提供的望远镜 亦都很大 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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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C系统 R-C光学系统的一支望远镜 1000 代表它的口径 是1000mm 就是 主镜 是1米 1米 这已经是天文台 级数的望远镜 但是 它开放出来 给我们业余的人士玩 那当然 你不同的人 可以有不同的玩法 好像我们平时 天文爱好者 可能拿来做天文摄影 但是一些 专业的人士 就是真的拿来做天文观察 做测光 做分析 做一些分析 这样的 所以 网上天文台 其实 优点 你不需要投资硬件器材 你亦都不需要自己亲身管理 因为有人管理 然后 设备 相对来说 都是给你自己高端的 甚至乎 很多时候 就是你 你买不起的 其实很多 很多都是 好像这一支 R-C1000 那样 应该总费用了几百万 几百万港币 他们给你安装好 安装专业 根据不同需求 你亦都可以 用不同的望远镜 例如 好像最近 有一颗 瑞星出来的 瑞星其实是很短的 二百mm 你可能就 不需要用到这些 R-C1000 几千mm 长的望远镜 那么 摆在这里的环境一定是優良的 左上 右上角 好像Cheris Group 摆的地方是一个 智利的高原 智利上比较高原的地方 那么它旁边就是 欧洲太空 欧洲航天局 以及欧洲 欧洲南方天文台 那些 世界级的天文台观察設施 那有专用的操作界面 你不需要學習各種天文台的軟件 只是輸入一些數字 就已經可以控制到這支望遠鏡了 還有一件事,他們是會根據 不過月上有優惠 因為滿月的時候通常不做天文觀測 因為月光對天文觀測有很大影響 通常那些時候就會停機 但是如果你不介意的,或者你本身做觀測的目標 是不受滿月的影響的話 那你就有好處了 因為滿月提供的折扣可以由半價一直到八折不等 缺點也是 這些東西這麼好,一定是貴的 所以缺點就是貴的 一般來說,平均來說 他們的使用是一分鐘一美金 所以你可能拍攝一張照片就要幾千港幣了 幾千港幣了 使用價格昂貴 設備就不一定能夠滿足需求 也都是你沒辦法試一些東西 例如一些拍攝參數 你自己是試不到的 因為很多時候,好像ITX Group 之前限定了 你單張曝光最多是五分鐘 有時太多人用 你要排隊輪候和預約 等於租屋 可能花了很多錢 你是拿到成果,但那套東西不是你的 有些人是 這是一個考慮的點 好了,遙控天文台這一部分 我們就講到這裡了 我們看到時間也是 剛剛好來到三點半 我們下一期就會跟大家 就會 講一些具體的 介紹具體一些 我們用得到的遙控天文台 是到底怎樣操作 怎樣玩的 裡面有什麼部件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對 好 沒有 你